WENV-HELLO 大家好,過去那一年都提備比較多的是旅遊Vlog 而且我也很少在YT拍一些自己在香港自己生活飲像的題材 所以這次就想拍一段影片 給大家看看我日常在香港的生活 今天我要上班 現在老實說 我養成了一個助剩 駕駛後覺得駕駛很方便 點對點去就很少再乘地鐵 已經到了銅鑼灣了 我的店鋪是在鯉苑那邊的 其實鯉苑的停車場會比較近 但是我打算拍Timesquare 因為Timesquare在銅鑼灣來說 拍車是很划算的 30元 而且我打算下班後 可以去City Super買點東西 那買滿了幾百元 三百多元 更加可以有 攤女三個小時的拍車優惠 變相我就很划算了 反正我因為店鋪 其實我上班都是6個小時 我開兩點至八點 現在呢就走過去鯉苑 其實在香港呢 拿這個攤檔呢 是有一點點略鑑的感覺 因為我一邊拍一邊說話 大家會聽得懂 有一個客人來了 所以現在要做好生意先 待會再跟大家介紹 這間就是我的店鋪了 是極之小 真的 這裡進到三個人就盡了 有時候有些客人來呢 就是站在那裡 另一個都不好意思穿進來 或者旺季多人的時候 要在外面排隊等進來 這條布呢 後面是隱藏了一個小小的架 是可以擺貨 那它的儲存空間是很小的 那所以呢 其實我在同一層的旁邊 再租多了一間店鋪 那待會就帶你們去看 不要在這個射燈下面 那個人就是最好的 那些光 很多呢 即是我的熟客 現在已經變成我的觀眾 因為我買三大大畫畫呢 都已經賣了四年半了 那今年是第五年 我第一間店鋪的時候 是在好景的 一個最小的單位 一百多尺 那其實也太大了 現在這個店鋪 差不多2.5倍 但是那時候呢 就是一做 做了兩個月之後 很快就搬到樓下 和一個好景的大廈 樓下的雙年單位 就大很多了 即是三百多尺 那這樣 然後一年之後呢 開始做到個人野心 有一點點大 還有呢 這個夢想變成了 我很想要一間 很漂亮 很大 看上去是很有個人風格 很型格的買衣服的店鋪 所以呢 在好景留了一年之後 很快就搬到旺角 另一個樓上店的單位 那裡有六百多尺 真的很大 但是 在那裡 簽了兩年租約之後 搬回去豆潤小店 就搬到銅鑼灣 為什麼呢 就是因為 因為那時候 頭三年做 我都是天天開店 天天風雨不改 有點困身的 我都沒有預期到 後來Youtube會 開始多了觀眾看 所以我都想要多些私人的時間來 可能做一些Youtube的工作 或者KOL工作 或者剪片 所以呢 天天開店 那時候 即是兩年前 我就覺得不OK 如果我每天都開店的話 我會 我的人生 沒有其他時間去做其他事情 那還有呢 那裡壓力也很大 因為它始終 一個店租 都要 即是 我那時候在旺角那兩年 六百多尺 都要成萬七元一個月 那你還要計算水電 然後水就不用了 即是電費 那還有 有時候請兼職來看店 那就是一個月最最最最低 那個開店的成本 要付出 是差不多兩萬三千元 那我就算過 那 那但是因為我買的衣服 其實是很微利 那變相呢 我每個月 就要拿兩萬三千元交租 我也覺得是 好像 將你很大部分的錢 拿去交給業主 那當時 做得不開心的 又沒有時間 因為你天天回來看店 那我就決定 不要搬回來 銅鑼灣這種 這麼小的店 我跟我的朋友說 他們是極度反對 他們真的跟我說 蛤? 好樣子 哪有人 來一間五六百尺 然後反而搬回一些一百尺這麼小的店 整件事很失禮 很醜 真是 很沒面子 雖然我也覺得是有點羊衰的 但是 沒辦法 我想變 我想改變 最後我也是做了這麼沒面子的決定 搬回來銅鑼灣 不過現在呢 搬回來銅鑼灣之後 其實我每個禮拜就是開三天 變成我一個禮拜 有四天的時間 可以做其他自己的事 就是 我的時間平衡是好 而且開心了 而且因為始終搬回小 你的單位 就是租金也是少一點 也都沒有那麼 就是 CP值會比較高 因為 你租兩萬多元的店 你每日就是開六個小時 其實你圍回那六個小時 每小時的成本是有點高 不用一天計算 哎呀我今個月要交多少錢租 我要做多少生意 沒有那麼大壓力的個人 所以 搬回來銅鑼灣之後 我其實也是開心了很多 這個就是我店的 心努力情轉變 手上職了好大班的熟客 主要現在是做online多的 就是 看完 看中了那些衣服 我就寄了 全部寄走了 反而 就少了很多人來門市 是真的 可能熟客來了門市 看我 這個人的店頭這麼小 算了 不想來了 看你的衣服 買開都知道 大概是 外表會怎樣 所以直接online買 所以這個我也是 真的開心的 真的開心的 真的 變相我的時間 真的鬆動了很多 我以前開店 二字八 我都會留在這裡 但現在就不會 因為 我在旁邊租了一個 比較舒服的 就是 小office加倉 擺貨 因為 這裡真的太小 小到我的貨 我完全沒有位置擺 所以後來 早幾個月之前 我就在那邊租了 多一間 稍後帶你們去看看 2月20日 已經沒什麼客人了 因為 剛剛過完年 我們還沒有新的春季 這個月康店 是會極不空 所以我都不會 留時間 在這間店 我會跑去那裡坐 所以我現在就要貼一個貼紙 貼在 貼在玻璃上 有人來 他就會自己去旁邊房 拍攝 我帶大家去看看 我另外一個 單位 這裡是一個 這個 這個 這個是再小 那樣小的店 這個就是我的小倉 貨物就會凍起 這個架 這個尺寸 還是很塌塌陷 1cm 都不給你 這個是放我的 零食的櫃 我想跟大家介紹的 就是一個極好吃的零食 這個 超好吃 麻煩 但這個真的很肥 這個是德國的 一個巧克力威化 差不多一塊那麼小 是575卡路里 神經病的 但真的很好吃 我最多只會給自己 連續吃兩塊 然後這裡是 我放一些其他的貨 或者是一些信封的單 全部都是單 還有 這裡就是一些信封的袋 垃圾袋 那 那 那 這裡就是我 小小的工作桌 還有 這個袋 也是我寄貨的袋 它是很棒的 在韓國買的 可以拉到這麼高 放到很多貨 而且它下面是有輪子 拿下去信封的 就沒有那麼麻煩 這裡挺舒服的 很寧靜 那我自己呢 就會開一個藍牙 然後我就會播歌 自己一直在聽 一直上班 我兩點到八點就會只坐在這間房 然後有客人來 我就會在這裡 去那邊開門 現在就要記東西了 好 這兩個是要寄去日本的 有一個客人在日本 現在就去郵局寄了 我還沒給油費 我還沒給油費 加電 剛剛寄完下來 我就收到電話有個訊息 有個客人在門口等著我回來 所以我現在要快點回來 By the way 我店舖是用這個小米的手機 它是紅米系列的 其實只是一千元 它是行Android的系統 以店舖的日用 Fold message 絕對是超班之作 一千元一部 智能電話 現在回店舖 之前我要去老虎堂 拿回那杯飲品 想著順路 其實剛才去老虎堂買了一杯 現在寄完 我想一杯飲品就可以了 快點去拿 就回去迎接我的客人 其實開店的時間 這樣下來寄貨是不太好 但是因為現在真的 淡貴都不得了 其實都沒什麼人來 一天可能都幾個人來 所以 請多多包含 交電就是我剛才的客人 剛剛前幾天的新聞錄出 就是說 很多珍珠奶茶店 都嚴重超標 芝士和糖 嗯 很好喝 最喜歡它這個 大小珍珠的這個 現在要再下順風去寄 3 2 2 3 4 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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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可以吸泊車碑 可以黑黑90元的泊車 其實我買了90元的東西 這就是金牛座的CP值省錢化 今天約了朋友吃飯 其實平日的話 偶爾都會參與朋友的聚會 不過經常IG很少貼上 關於朋友的東西 很少貼上合照 所以我的朋友經常嘲笑我 我說你看這個IG 你根本是沒有朋友的人 其實也有少許的 不是很多 都會吃飯醉一下會 我自己就是在用高德地圖 你看看 你聽不聽到導航聲 他很沉氣不斷說不斷說 但是我用Google Map真的搞不定 Google Map是你永遠分岔路口 你都不知道 然後你就會失去路口 不斷繞 所以我最近這麼久以來 我都是用高德地圖 就是很OK的 永遠都會帶到我上去的目的地 而不會真的掉了太多路 我現在吃到太多路了 所以我們要吃東西了 Bye Bye 你覺得好吃嗎? 桂花糖衣服 哇 很豐富啊 我自己是很喜歡打火鍋的 在香港 還有我上次不小心發現 有些旁女都很好吃 所以今次就馬上吃了兩碟 很棒的 現在是我的下下場 我們吃湯水 鏡頭 扭一扭 剛好他們又在九龍城 我的朋友 整天都笑我 在網上 覺得我沒有朋友 就是這些人 對不起 但是很多聚會要去 不好意思 我今天的行程就完結了 A Day With Me 就是我比較日常的一面 除了今天比較多聚會和飯糕 來啦 讓我又在你身邊 哇 好遙火啊 不要跳到我 有 有 我身邊 怎樣 你是唱歌還是兩個 忘記到歌詞了 來啦 讓我又在你身邊 起點度過 哇 這首歌有標更新 正東西 正東西 陳奕迅 是 讓我留在你身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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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一下 嗨 嗨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